经济特区成立40年来,厦门这座高颜值、高速的城市在发展中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,不断探索创新机制,让百姓参与城市致力,邀请市民参与公园管理的市民园长模式便是一道缩影。 2015年,在厦门教了33年高中生物的陈盘从教室岗位上退休,当时是云当湖管理中心实行市民园长管理模式,公开招聘市民参与公园管理。 陈盘报名参加成为南湖公园市民园长。翻开市民园长日记,厚厚的本子上,陈盘寄满了他这四年来的工作建议和成果。 他们继续配合。 屡职四年来,陈盘几乎每天都要到公园待上大半天。当时,南湖公园还存在一些游客乱丢垃圾,骑自行车等不文明现象。 这几年在市民园长与公园保安的联合劝导下,不文明现象已得到有效控制。 我扮演一个啄木鸟。你这边存在的问题,虫子像啄木鸟,虫子把它抓出来。 那总要有人去发现问题,去让它感到暴露的问题,让我去发现,然后提起来解决。 如果说大家都视而不见,那问题得不到解决。那这种工作就会流以形式。 如今,南湖公园生长着绿仪,生长着幸福。老百姓觉得来到这座公园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。 陈盘告诉记者,参与公园管理时,它既像啄木鸟挑虫子一样,一个问题也不放过。 同时,它又扮演和平哥,起到柔性沟通的作用。 从特期建设以来,各级政府,特别是市政府,对这个怎么样发挥人民的主人翁作用。 人民城市人民馆,人民公园人民馆,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。 那从我们作为一个市民来讲,我们更多的就是感觉到有明显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 市民园长模式体现共谋、共建、共管、共享、共平的治理理念,倒逼了公园管理水平的提升。 在南湖公园的示范效应下,市民园长机制也逐步在厦门市得到推广。 厦门计划到2020年建成公园342个,6802.78公顷,实现社区公园在居住用地集中片区500米服务半井全覆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